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就指出调节地球气候的重大工程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流速 因为暖化的冲击 正处于1600年以来的最弱时期 而这样的现象恐怕就会导致 整个北半球出现更多极端气候的现象 特别是欧洲 此外也将会导致美国的东岸海平面上升 而电影明天过后正式以洋流 完全停止流动作为情节 描述地球进入天寒地冻的气候灾难 洋流的改变 所有会让气候异常之外 也会让调节海温的功能失调 这对回游性的鱼类 究竟会带来哪些重大的冲击呢 好 我们就先来看回游性鱼类 到底包括哪些 国人喜欢吃的包括鲑鱼啦 还有其余等等都是 今天提关点就要带您从黑鲑鱼来切入 了解洋流对海洋生态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而讲到洋流失调的影响 其中之一就是有很多的海中生物 现在也成为北漂足了 比如说我们常称之为波士顿龙虾的 美洲熬龙虾 大多生长在比较寒冷的水域 过去在美东北部的沿海都可以捕获到 最北边的缅英州产量是最大的 去年的产量可以高达4亿3000万美元 不过近年来因为海水升温的关系 所以波士顿龙虾的漆地 就被发现说有往北移的趋势 好 美国的渔民就很担心了 万一这些龙虾通通往北移民 到加拿大去的话 他们的生计当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我们先看第一则报道 有两个大熬的波士顿龙虾 简单烹煮 加上柠檬 胡椒或是奶油提味 肉质弹牙又鲜甜 每一口都能尝到大海的滋味 在美东最北边的缅英州 这种俗称波士顿龙虾的美洲熬龙虾 不仅是当地最具代表的海产之一 也创造庞大龙虾经济 去年在缅英州的产值 达到4亿3000万美元 不过渔民担心 这块大饼恐怕很快就得拱手让人 让波士顿龙虾飘向北方的主要原因 就是海水升温 生长在寒冷水域的美洲熬龙虾 分布在大西洋北美海域 当地渔民透露 在祖父那一辈之前 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沿海 都能捕获到龙虾 不过由于气候变化 南边海域的捕获量不比从前 而纬度较高的缅英州 龙虾却暴增 因此吸引许多渔民 到这里掏金 行情好的时候 光是捕龙虾 每年收入盛看六位数美金 缅英州大约有八成的鱼业收入靠龙虾贡献 只不过当地人已经充分感受到气候变迁 带来的威脸 暖化冲击同样在日本发威 眼看海水水温越来越高 本游乌贼转移气息地 到海温较低的水域 加上过度捕捞 数量急速减少 2011年日本渔民 每年可以捕获超过20万吨 但去年下滑到5万3千吨 成了30年来最低收成记录 日本研究人员表示 这个数字恐怕还会再往下探 而这可能只是全球生物数量变化的一个缩影 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伦敦动物学会 发表2018年地球生命力报告 指出1970年到2014年间的44年里 包含哺乳类 爬虫类 鱼鸟在内等动物遭到灭绝 全球衍生动物族群数量 已经减少60% 环境保育组织并非第一次 超想生态危机警钟 现在希望各界更重视环境议题 把握最后的挽救机会 科学家发现海水的温度升高 已经使得很多的鱼类离开原本的漆地 往两旗来移动了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龙虾成为北漂族之外 如果迁移的是高经济价值的鱼类 还可能进一步的引发国际冲突呢 举个例子来说 像是十多年前 北欧跟欧盟各国 根据科学家的建议 分配捕捞青鱼的配额 不过后来因为暖化的关系 暖水区被移了 原本在夏天会北游到冰岛 去繁殖这些青鱼 居然落地生根就不走了 冰岛渔民捕捞比较多 但是欧盟国家却占了九成的配额 这让冰岛觉得很不公平 所以这件事足足炒了五年之久 到了2016年年底 北海的青鱼之战才算告一段落 除了物种迁移之外 有限的海洋资源 更是各国兵家必争之地 同样在欧洲 英法两国在英吉利海峡 为了争夺善备的捕捞拳 也发生了暴力冲突 英国首相梅姬出面 强势的捍卫鱼权 引爆法国不满 结果让已经持续15年争议 现在是持续的升温当中 而在大西洋的另外一头 被称之为黑鱼鱼的 大西洋蓝旗鱼鱼也引发了论战 被列为冰围物种的黑鱼鱼 多年保护之下 现在数量已经稍稍有回升了 而国际监管机构 因此决定要放宽 捕捞配额限制 却引来环保团体的担心 这会不会又是变相鼓励捕捞 让过去多年的努力 前功尽弃呢 船只之间冲撞上来 应激励海峡夜间海面 冲突升温 至少40艘法国船 将英国渔船团团包围 两边的渔夫相互丢直 九瓶石块 怒气冲冲互飙脏化 在海上你来我往 法国渔船试图将英国对手 赶出法国附近海域 保护重要的渔获 扇贝 等到黎明降临 英国船舰离开了 争议海域战时 平息了法国渔夫的怒火 但争端恐怕还没有结束 冲突的地点就发生 正在靠近诺曼地海岸附近的国际海域 因此英国人并没有触法 现在政府出面要帮公民捍卫渔权 之所以会起争端起来有字 因为英国人在这片海域可以毫无限制捕捞扇贝一整年 但法国渔夫却受到严格环境保护法限制 只能在10月1号到隔年的5月15号出海作业 而国际海洋探勘理事会也在2016年曾经发出警告 指出英国 法国 比利时和爱尔兰过度捕捞 环保组织也反对在扇贝产软季节作业 危害生态环境 扇贝产业对英国来说能创造高达1.2亿英镑的产值 并支撑1350份工作 多少的美传和新籍餐厅都靠这个高级食材 而除了自己国内消费 高达60%销往外国 但讽刺的是大部分卖往法国 15年来英霸两国为了渔权 在诺曼町附近海域争端不断 近5年更加剧 2012年也曾经发生类似在海上的暴力冲突 虽然为了平息纷争 2017年双边有非正式协议 英国不会在法国近捞旗 让大型船只进入海域 以换取小型渔船继续作业 但后来数量还是多到难以控制 似乎除非签订正式的协议 不然这场善备战争恐怕会再持续下去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头 也为全球最昂贵的渔获之一掀起了论战 大西洋蓝旗鮪鱼又被称为是黑鮪鱼 每条可重达1000磅 约454公斤 是大西洋最具代表性的鱼种之一 但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了宾威物种 在多年的保护下 过去被过度捕捞的黑鱼 鱼好不容易数量回升 有几年之后 我还不记得有几年之后 有几年有几年有几年 有几年有几年 因此美国国家海洋级大器总署表示 国际监管机构决定放宽 捕捞配额限制 美国渔夫在缅银州附近 举办了抓鱼鱼比赛 今年渔夫们破纪录抓到30条黑尾鱼 包括一尾801磅的冠军 黑尾鱼一直是商业渔夫必争的鱼货 一条在日本可以拍卖到上百万美元 带来可观的利润 因为一条鱼就能做成数百数千道料理 是日本高级寿司常用的食材 一直受到垂钓业者以及寿司店的追捧 但是环保团体担心 增加配额不仅破坏了保护工作 也等于是鼓励过度不牢 加上海洋暖化 可能让过去多年的努力 千功尽弃 好 一讲到鱼鱼 特别是Toro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口水 都快要流出来了 但除了餐桌之外 我们对鱼鱼的了解又有多少 好 我们首先来看这张图 一讲到鱼鱼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 黑鱼鱼 它平均有300公斤重 这么大一尾 但是另外一种叫做大木尾 其实它也是最具有价值的鱼种之一了 我们看平均一尾有120公斤重 这种商机大约有10亿美元 好 但是问题是 现在大木尾已经面临了 这个数量越来越少的危机了 尤其有科学家在今年的10月份 才提出了警告说 现在整个大木尾的数量只剩下20% 而且如果再不做急救的话 很可能10到20年间 大家再也看不到这种鱼了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严重呢 而且我们再来看到 到底这些呼吁有没有用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 为什么呢 11月20号刚刚落幕的 有一个保护大西洋 鱼鱼国际委员会 那么当时有50个与会国家 还有欧盟会员国 针对这个捕捞限额 最后是没有任何共识的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做出 哪些努力才好 难道这个商业跟保育之间 真的没有办法得到平衡呢 我们今天就要海洋 好好请教两位来宾 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 海洋保育署的署长黄向文 黄署长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署长您本身 先前也是在海洋大学教书 而且您专研鮪鱼 等一下要好好跟我们 来做一个分享 第二位我们介绍的来宾是 东港鮪鱼哥 萧壽发 萧老板你好 你好 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 这位鮪鱼哥 他先前是船长 专门同事远洋渔业 对不对 不过后来就改开海产餐厅 你也有一个最大的愿望 说是要用行动来推港 东港的海鲜 对不对 这几年非常的活跃 好 我们等一下要借重您的经验 来跟我们做分享 不过我们再来看看 接下来这张图 其实鮪鱼真的是全世界 分布最广的鱼类之一 你看它的行踪遍布了 太平洋 大西洋 还有印度洋三大海域 而且从它回游的路线 好像叽叽呼呼 可以看得到 全世界很重要 鱼场的分布 对不对 好 署长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这鮪鱼到底有哪几种 其实你看我们平常讲鮪鱼 鱼 顶多就会分说 什么Toro 什么部位 然后在台湾我们平常吃的 或者所见到的鮪鱼又是哪一种 就像主人刚刚提到的 其实鮪鱼分成非常多类 刚刚看到最大的黑鱼 可能它最长可以长到3公尺 300公斤重 其次是大木尾 可能也有100多公斤重 但是往下看的话 其实它有些更小的 包括黄棋尾 长棋尾跟镇监 所以主要的鮪鱼 大概有五大种 比较大的商业物种 从最近的统计来看 如果一个人 全球每个人 一年吃20公斤的鱼的话 裡面就有一公斤会是鮪鱼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鮪鱼的产量是非常高的 鮪鱼可以看到 它的身线非常的流线型 它鱼用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可以看到 它不像是一般鱼 可能只在区域范围活动 它其实三大羊都有 那我们就从三个关键数字 来进一步了解鮪鱼好不好 第一个关键数字是750 这是什么意思 全球每年可以生产的鮪鱼量 可能高达750万公吨 所以整体来说 里面大概有将近六成是镇间 大概有1%是黑鱼 所以这个量占了全球鱼类生产量的 5% 那么第二个数字是2006 这是一个关键的年對不對 没有错 一个是台湾在2005年 其实因为过度捕捞 刚刚提到的大木尾 所以被大西洋委员会制裁 那到了2006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表现很好 所以配额全部回来 但是也就在2006年的时候 反过来欧盟的西班牙跟法国 被发现超额捕捕黑尾 就算捕捕过多的黑尾 导致黑尾在2005年被任命 是极度冰尾的 所以大西洋的黑尾 所以这些鱼货量配合量 从2006年开始一路往下 减到减慢的情况 因为经过了10年之后 黑尾的富裕回来了 但是因为有些渔船 可能改去捕捕大木尾 所以反而大木尾 呈现一个下坡的状况 变成是另外一个冰尾物种 再来看第三个数字是600 这是刚刚提到的 其实鱼鱼的体型差异非常大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黑尾的部分 但一般我们知道的黑尾是 300公斤中左右 但实际上它长到最大 可以长到600公斤重 所以在鱼里面算是 数一数二大的鱼类 特别是就商业鱼種来说 是 但一般来讲 我们台湾捕捞到的 有多少公斤重 还有您以前在当船长的时候 有见过最大尾的 大概有多少公斤 最大尾的就是 捕到450多公斤 你捕到 捕到450多公斤 大丰收 但是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台湾在这个 我们也有黑尾的拍卖 在拍卖市场上面看到的 好像都百多 是吗 他整厂是说180公斤以上 因为我们那些黑尾 他比较不特质 那些黑尾 算他还没有外销 他没有外销 所以他都内销 所以他的东西 但是他还没有外销 是 还是慢慢 日本人可能都吃到 知道这个黑尾就是很好 所以我们台湾都捕到 就是都外销过日本 刚刚萧老板有提到 其实台湾捕捉到了 很多的鮪鱼 其实都是出口到日本去 对不对 尤其一讲到鮪鱼竞标 这件事情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东京的竹地市场 我们知道竹地市场 有83年历史 但今年搬到丰州市场了 但当地最有名的鮪鱼竞标 已经成为了一个活招牌了 我们来看一下 竹地的每天的鱼货量 其实高达有1628公顿 而且这个总价值来到16亿日元 好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3年亲身捕获的 222公斤的黑鱼 居然拍出高达台币 5100万的高价 这个已经融登京市世界记录了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台湾 尤其在屏东 这边也有鮪鱼竞标 对不对 老板你也常常去标到 那个最大尾 第一尾 第一尾的 连续十年都是由你标到 这个东港的第一尾 对不对 而且你后来还把这个标到的 这个把它卖出去的钱 自己又贴一些自己的 然后来做好事情 就是譬如说今年1月份的时候 你请很多的清寒学子 到你的餐厅里面去围炉 把它捐作公益 如果要竞标的过程当中 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个鮪鱼 是不是新鲜 或者它是具有价值 第一你就要看那些鱼 挖得比刺的 它的认知 刺的它的肉就是已经 浸到最有腐败了 挖的它的肉就更Q 第二就是要看它的肚子 膠得薄 鱼肥比较散 这都有关系 你这个技术 你如果有办法去给它了解 通常你刚才说去给它 看要装多少 不过以前老板 你自己也是一个船长 对不对 你也有跟鱼鱼搏斗的经验 我们等一下广告过后 继续来做分享 同时也要再继续请要署长 就是这个野生鱼鱼 现在当然很需要来富裕 对不对 但是现在在日本 也有所谓的全面养殖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到底这个全面养殖 有没有比较好呢 我们马上回来